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我们把vp给到了他 他这两个英雄用的真的是很精髓 然后我估计以后大家面对snake 除了从adc去扮人考虑 应该可以针对一下巴卡 我觉得可以试试看 我觉得看起来扮德莱文小放没什么效果 对 然后反正他现在德莱文跟那个复仇之毛 你也舍不得下两个变在他们身上 是的 不如试试看中单 对比如说在蓝村坊 我扮沙皇抢则拉斯 扮沙皇 扮沙拉斯抢沙皇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套路吧 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意见 没有就大家试试看 如果输了就找米勒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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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场比赛的话是由一滴对上GT 这两个队伍应该说现在在棋分榜上面是属于头跟尾吧 对 因为GT 赛季的状态保持还是非常不错的 确实好 GT 里面算是最强 最硬的一块钢板 完全是撞钢板 GT 这个真的是钢板 因为他们每条线的实力平均 然后打法之稳健 尤其是防守能力冠决联赛啊 对 所以说一滴他们是一个很很难被暴冷的队伍 有啦 就第一就被snake 但是在综合snake 现在的表现 那就不能称的身上是暴冷了 对 你也不能说是暴冷 因为snake 确实很不错 今天GT 面对ETG的话 我相信他们应该是准备了很多东西的 在面对像ETG拿出这种超级团战的这种阵容 比如说像努努啊 像金克斯这样 我觉得这一场GT响应要出奇招 而且我觉得在fanpeak阶段很重要 就你能多早看出ETG的意图 因为像你刚才讲的阵容其实都会还蛮明显的在前面的地方 对 ETG他们是一个很喜欢在BO2的第一场拿出一个精心布置的阵容 然后利用你的节奏或者说阵容的强度去压制你 压迫你 都是算计 对 所以说今天第一场我觉得BP上应该是关键 如果GT能够拿出一些比较新奇的想法或者东西的话 这场应该是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 最有机会的地方 因为第二场我觉得他们如果说第一场失利 如果失利 那可能会比较难真身 比较难 确实不好打了一场比赛对GT来说是蛮严苛的啊 只能这样说 因为你如果去比一个中后期的发育跟打团的能力来讲的话 ETG确实没什么缺点 打团很强 对 打团非常强 他们自己会讲嘛 然后大家也都公认他们在打团的处理上面来讲非常完美 所以不知道了就是感觉还是尽力而为 我觉得尽力而为 我觉得今天看你可能在中单小虎这里 也是 如果说他们今天中单是小虎 因为之前EDG在跟其他队对抗的时候 我觉得小胖又被合同单杀过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小胖这赛界 我觉得他在线上表现出来的能力不是特别碾压 对 有一些的信任中单如果说想证明自己的话 应该从小胖身上入手一下 不是从大腿身上 大腿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中单这条线 我觉得GT他们今天要想获胜 必须要打开优质 或者说找到一些机会去击杀 错一下这个ETG的这个锐气 如果说能够针对一点突破的话 那你要小心像踏上刚才那个预批 对Snake第二场那个剧本 就是你想要单点突破 然后你一开始也压了那条路一两次 但是发现如果后来还没压住的话 那也是会功亏一篑 就是要住 就有些比如说实力偏弱对我对上强队的话 他们会初期针对对方一个点打得很好 但是忘记了后面 就你有一些优势以后该做什么 大局全局没有过好 就没有一个套餐 你第一点已经打开了 但是你后面的持续性的套路 没有在持续性上跟上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 就是年轻的一个做法吧 就比方说你的规划跟厂上的 厂上的策略指挥就是说 我们去打下路 OK下路打完了 但是接下来我们就回程了 对 这个就是年轻队伍 比方说你在打之前时间点 打完以后能不能拿龙 打完之后能不能拿塔 甚至说我觉得没有必要拿龙拿塔 我觉得拿一个红buff 对对对对 或者说在石头人在对方的 很深的地方做两个眼 这个都是你击杀后面的 后手 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效果 所以运营方面 真的是年轻队 我需要向老队学习的很多 每次听到运营都会觉得要挖矿 挖矿 那倒不是就是 对 这个就是运营 打一个野怪 抢一个buff 拿一个龙推一个塔 这都算是运营了 这就是英雄联盟的运营 是的 所以还是希望机器今天能够 不仅是能够 就是说找到一些突破口 然后再做一些持续性的东西 会可能会有一些胜算吧 对 今天面对一滴技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放下自己的蛋 毕竟面对一个超级强队 可能还是以一个拼的心态去打就可以了 我觉得如果心里在这个状态下 有压力的话是不容易打好的 实际上也不需要有什么包袱 那是一滴技 是的 你今天对ETT也好 对OMG也好 对这个赛季 不管是老干爹也好 对IG也好 你应该想法应该都差不多 就是说他们就是那么强 那我们就是尽力去突破而已 今天我觉得GT如果他们 从BP上说的话 我觉得应该摒弃的一些英雄 像皇子 沙皇子拉斯这样就尽量不要拿 对 我要拿就拿一些比较有冲击力的阵容 比如说小虎他用了非常好的杰之类的 当然是在杰上量率比较低 比较低了 或者说打一些比较强势的线上组合 杰的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像你刚才提到杰就跟你讲 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杰有很大一部分的 在比赛场上的功能是分带 但是分带你要有非常强的大局跟兵线的异性 是的 而这个很容易落后于ETG 就在ETT上对我来说的话很容易落后于ETG 所以也许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对 会有点危险 就比方说你分带然后被抓 分带然后处理不够快 就比方说你在分带前没有先做好眼睛 所以分带来说想到要去插眼啊 对方来了 懂吧 就是很容易讲 是的 其实在很多的这种强弱对抗里面 我都不是很建议说弱队拿一个非常团战的阵容 因为团战跟或者是刷的阵容 对 因为其实强队在处理你的团战阵容 他很有可能通过兵线的压力 或者说控龙的 视野差 然后控龙 就很轻松的让一场比赛分割成很很小的几次遭遇战 甚至没有五为五团战的机会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一期期一定要拿一个就是 不是那么依赖团战的一个阵容 拿的很有冲击力 然后把小虎这个点他的个人能力发挥出来 我觉得应该是可能他们的一个取胜的关键吧 我也觉得是 暴冷的关键 就你刚才讲到像强队他在编织进攻上面来讲 像EDG很明显 就是他会很迅速的 比方说有一点点空挡 他把上路兵线稍微杀个几只兵 然后让上路兵线呈现推进状态 他就回到中了 对 然后他左边视野右边步一步以后 准备要跟你打的时候 上路兵线一直在推 然后一个团打完 无论结果你上塔 都一大堆兵集在塔前面 那很恐怖 就是运营能力了 对对对对对他们的那种 就编织那个进攻的脉络非常强 好还是来看一下吧 首先是我们刚才谈了很久的GT战队 今天要来挑战EDG GT的上单LATME 也是队伍的老将 是帮助队伍从LPL打到LPL 再来是打野Danger Danger很喜欢用盲森 盲森为主啊 而且有一颗秀的心 这个肯定是 这是他们非常年轻的中单小虎 已经登场过四次了 表现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因为上周我不在的关系 上周他登板的时候 也看到在那个TOP里面 他们两个都有TOP对对对对 TEL也有有一个五杀的轮子妈 再来是陈梦 这位是他们下路的老搭档 比较配合的比较多的还是使用安妮 然后拥有强控跟线上长手骚扰的能力 去提今天要怎么样 因为像你刚才提到说要有冲击力的阵容的话 安妮可能还是一个 是一个好的选择 安妮啊 轮子妈这样的英雄 其实都可以拿出来用一下 对 你要怎么样来做搭配 打野估计 全盲森的几率还是有点高 然后这个打法还比较接近就是LSP的阶段的打法 就是说man角 主要主修的角色 或专专门的角色为主的一个打法 那今天面对的可是 以柔克刚的高手 场长 亥极拳之王 场长这赛季的他的风格的 转变或者说沉淀是做的非常不错的 应该从上个赛季延续到这个赛季 上个赛季可能会有一些的质疑的声音 但这赛季的话我觉得他的表现应该是足够令人幸福了 他已经放弃了像以前他喜欢 我场长当出道的时候什么无尽狮子狗啊 什么杀人杀猪刀的螳螂盲森啊 层属不穷 但是看到他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些英雄了 也确实以一个团队的角度来说的话 这绝非是一个打野硬carry的年代 我们来看一下一滴机上单coro coro 现在拿了这么多奈儿 七百多的MAP击分了 厂长的话也是很喜欢用奴奴最近 这数字怎么这么伟绵好 从上个赛季到现在 七百多 看有人才一百多 他们战绩好 战绩好MVP几分就多 再来是胖 胖的英雄还是很广泛的 就是 对 这什么都有啊 他的英雄其实真的是挺深的 光辉是怎么回事 光辉昨天表现还不错 昨天的比赛 对 有很多场比赛给辅助的 是的 其实比例上来说不能说高 但是有 有了有有 有 其实把那个篮位拿掉还蛮有趣 辅助没有人权啊 是 来看一下 一地鸡备战状态 觉得 今天 小晃 每次看小晃的表情都 感觉有点 我觉得他在战前冥想是吧 这是一个很呆萌的一个 对对对对 有一种放空的状态 Koro来 同队 同将军各种名号 将军他听到你说了 听不到吧 应该没有应该是 耳机很高端啊 应该是看到打字 各种隔音 这个是那种直升机飞行耳机 对对对 非常高的很贵的 想看看他们比较关键的BP吧 第一场的BP还是比较的 有意思 还蛮想再看一下 今天选用哪个AD角色 毕竟他的 我觉得两位他们两位韩元的 英雄其实都好广 哇 就除了视野控制力这方面 有一些缺失 其他的属性 这是什么毒啊 这边要 比较完美的一个属性 对 机器的话 由于这赛季的 胜率的影响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 六角新的 因为毕竟你打输 你各个一角就会输 对 也可以再改进一下 应该说 这个是在英雄联盟里面 确实是这个样子 就是 你输掉了比赛的话 肯定你野区控制力是很低的 然后什么更可成功率也很低的 就很容易讲 不过确实啦 就是至少一眼乍看之下 就可以明白 就在各方面 一滴机确实都是cover了 GT的能力 是啊 两边教练登场 在做最后的准备 进入到两边的BP画面 蓝色军团方 首先第一场是由GT 手持蓝方 然后一滴机 此在红方 一滴机应该会做些针对的扮人 上一场 看看GT里被M3扮掉的三个英雄是飞机 李桑佐以及一个挖掘机 其实也就是说上一场GT在蓝方 一看就知道 很有道理 那么你看李桑佐跟挖掘机 肯定是大家就是优先BAN掉了 接着是下在沙皇身上 GT跟第二BAN GT扮沙皇是很有必要的 要是给一滴拿到沙皇的话 他们团战的阵型将会变得非常难以突破 就我们刚才已经见识到了 一个沙皇再加一个风女 永远摸不到对方后排 真的是摸不到 而且沙皇这个英雄真的是很受LPL的队伍青睐 因为我们的联赛是比较讲究这种大团的 对比较讲究团战阵用的 所以沙皇是非常受到大家的血 风女也被BAN了 刚才讲的保后排两大神兵力气通通消失 再来是纳尔 对 Toro最近有纳尔用的非常多 这个GT的BAN角长得好像紫方啊 最后一个BAN 现在的比较强的角色都掉光了 比较 目前兵家必争的角色就剩下 比方说皇子 对皇子 但是皇子不会上BAN 但是这个时候要考虑说 大概有一定的可能性 被对方一枪拿走皇子的状况下 要BAN什么样的角色才不会妨碍到自己的前两个pick 但是个人感觉GT如果拿皇子的话 EDG是很开心的 因为你要拿皇子就跟我打团 对 但是你要跟我打团的话那是我的强项 所以GT如果说拿皇子的话 反而不要刻意的去为皇子搭配一套打团的奇迹 不要去考虑而且蓝柏这个点也有可能直接掉进EDG手里 哇 这个就没想到 你说这个先抢的话 我是一百万个不相信的 如果说他现在抢的话 我就从现在大概六层楼高的解说台一跃而下 哎下面那个选手想杀米勒趁现在趁现在 哇他还有七秒钟大哥 啊蓝柏 哎呀亏我有点期待啊 蓝柏蓝柏拿掉的话 这边就皇子不需要犹豫了 但是我是不太相信就皇子加位 哎我也不信 皇子加位我就一跃而下 哎一跃而下 没冤没仇没仇 不要 皇子加盲森这个选法有点近似于前面看到EP第一次的做法 因为你皇子不想让对方拿到的话 因为皇子加蓝柏实在太强大了 然后不想让对方拿到 然后又抢一个对方打野真正很喜欢用的一个盲森 这个EDG的这两个选择可能会让对方比较难受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就这个地方不愿意放的是皇子 因为EDG目前遭逢的一个最大的挫败是败在那个snake手上 我今天场就是蓝柏 对的 我今天场上有一个利桑哲 那个团战还得来文娜美 对对对对 那团战就是美如画 确实是皇子这一手是有必要拿掉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把安妮就是这个有可能有机会拿的 对有点抢的味道 因为这个选择安妮搭配黄子是可能对方会比较考虑优先拿的 哎等等这边倒是拿了一个奴友 跟他之前的打野风格有一些出入 好有趣啊 安妮这角色登场率虽然不高 但在目前联赛却有一个54% 也就是超过一半的升级 正说GT不要拿一个团队阵容 但看起来他们好像还是拿了一个很强大的开团阵容 现在开团力够了 然后团队输出目前只有一个蓝薄 蓝薄 后面要怎么样来补上你的团队输出 你的后两手的补强应该是要面对 针对一下对方这种强开气息 神刀路这样的反开心神我觉得是比较的不错 能够先扛住第一波的伤害 至少让自己的核心位置保 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EDG本身的开团能力也非常充足 GT这两手是见真章了 他前三手基本上都是拿的开团的这种功能性的英雄 而在输出爆发性上面 看看他们的AD跟AP会选择什么 现在还有泽拉斯这样的英雄 但是就像我前面所说 我觉得小虎一定要拿出自己在线上能够 不要有把握压制对方的英雄 看他会选择什么 小月 我觉得比较好 什么小月吧 念了一句 然后真的看到小月 诶 哦 小月 也是一个团战 也是线上压制的 这个是实话 因为GT今天想赢的话 绝对要靠线上 线上压过对方也蛮辛苦的 现在就是 可是下路的线上能力非常堪忧 哇 这个太堪忧了 女坦加小炮 这个基本上一级就要被打 打得够呛的一个阵容 打哭 诶 小胖 卡牌是一个有趣的选择 这个小胖有点秀英雄池的意思 对我也觉得是 小胖的卡牌 不算是他的成名奖 第一场是谁卡牌来的 我记得这几个赛季 谁哪一位忘了 Rookie 第一场对 Rookie那一场卡牌是非常秀 对对对 勒弗兰倒是 勒弗兰真的不错 小胖今天在线上不愿意认手 而且今天勒弗兰后手 后手所以没有问题 因为勒弗兰先拿中路勒弗兰的话 有的时候会遭遇新德拉强烈抵抗 因为新德拉对于勒弗兰在在线上 是有一个相当好的压制效果 所以这个中路对方很有意思 一边是线上压制力极强的一个蛇女 那边是爆发力非常恐怖的一个勒弗兰 拼反应速度了 W踏的时候 有没有勇气迎头一个R 两边的中单都是未成年 反应都是非常快 这场看一下两边顶尖中单的一个对抗 看一下十位选手 十路英雄的土呢 好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 诶 你别看显示器 上单就是一个蓝博打露露 原来显示了呀 露露其实算是线上能力非常不错的一个上单 拿到的话也是想在线上做一个胜负 打野的部分 GT一反常态使用奴怒作为打野 而常常则是现在非常热门的皇子 这两个人的ID掉过来 我倒是比较愿意相信这个是 我也是 再来小虎与小胖之间的对打蛇女 对勒弗兰有趣 露露是选择了小炮 DEV的这场又选择了飞机 伊格展望后期伊格线上 想要帮你给打崩 GT对上EDG的比尔尔 第一局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蓝色军团方 是GT 红色军团方是EDG 现在来开始一级的布局 看到小虎已经亮剑了 当然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是小虎前面是带了一个进化的 但是他在最后的时候是换成了吉跑 带了一个闪现加吉跑的一个搭配 也是力求自己在周后期的团战能够找准自己的一个位置 因为蛇女在后期其实他手偏短 需要这两个招远师技能帮他创造输出的环境 所以他有点注重在后期的一个团战走位 吉跑还是挺重要的 我觉得是 他要能够跟上对方 然后把输出全部打出来 因为他是一个输出持续输出极高的一个角色 嗯 蛇女带的招远师技能还真的是比较广泛啊 有带进化的有带别人的有带护盾的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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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英雄算是一个中路要看你个人风格的一个选择 觉得跟团队搭配来讲的话 他还是需要自己因为比方说你队上没有像蜂女或什么的 比较好的后排保护的话 这场来说的话主动开战应该要稍微多一点啊 对GT而言 所以我这场GT他们的这个反手也很厉害啊 你看这几个人反手 基本上你要把他们的大招都算是反手技能的话 每个人的大招都很厉害 对 这个阵容倒是一个先后手都非常不错 好 现在我们可以扫一下进这个画面下方的一个二维码 可以领取正义荣耀的兽语 行为良好的召唤师们可以获得防暴天使凯尔的皮肤 大家要抓紧 这个天使的皮肤还是比较的不错的 比较稀有 而且 大家只要扫一扫就能够获得 这也太赚了 太划算了 太划算了 千万不要错过啊 二维码已经不见了 没有的赶快跟朋友求一下 有没有截屏 广告打得不错 所以广告应该还会再刷出来 大家抓紧 来啊 现在起手的地方来说的话 是因为确实在对线上面来说 小炮跟女坛下毫无希望 立刻换去了上路 好嘛 这个换线也是非常的被动 因为蓝魔在线上打路也是非常的头疼 是 美口这边直接一击就来了 他一击也没有晕 在这边晃有一圈 其实没啥用 没晕的话还真没啥用 他现在应该至少要等个二级 把晕叠出来再说 有晕也就罢了你知道吗 但他这个地方应该是绕开 再让debt多一点发育 是的 现在国服的很多个很多战队的中单 都开始在刻苦的练蛇女这个英雄 但是在新版本又削弱 对 所以我觉得有点白练的感觉 练练练又哭了 这个真的是很烦 好不容易练起来一个英雄 你如果削弱了 你不是针对我吗 这也是电子经济有的时候 比较难克服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都是投身这个行业 然后我们非常希望他能够成为正式的体育项 但是说实在的 这就是普通的体育项目篮球 篮筐不会突然变大变小 球也不会变大变小 国际篮联为了针对NBA的球员 把这个三分线比如说往近挪一点 对对对对 这个是会 但是顶多一年或两年或两三年一次 来了来了 一级的安妮 终于喷到了云 我要有点危险 乐布兰必须要闪现 但是还是硬上 硬上 小胖这波硬上非常的漂亮 行行行 这波硬上小胖把握的很漂亮 直接就做过来了 丝毫没有犹豫 安妮这边还在想 你要不要过来 我要不要撤退 但是没想到小胖直接闪现就做过来了 不需要沟通的 这个是打得太凶了 他的血量算得很准 但最后还插了一下被安妮 对 可以打掉 闪现加急跑全焦啊 非常鬼 如果这波他带的护盾的话 是死不掉的 对 他为了 为了一个后期的作战能力 他放弃了线上比较好用的一个护盾 没错哦 这个2A专制技能选择 我们讲到一半 就是说 他为了后期打船的输出环境更优 因为后期打船 你没有那么容易被一套秒杀 可是你这样一个带舟对线的时候 哇 下落的地方蓝博被围殴了 躲不掉了 再见了 被惩戒就再见了 这一波场掌是非常的小心 直接先贴脸一个惩戒 然后挂减速配个安妮 然后我一个分走位的EQ 这个分走位的EQ 牺牲掉相当多血量 但是逐渐常常现在的为团队牺牲的心态 就是你要EQ 你要先手EQ过来的话 这蓝博应该会交闪 但是你要走过来贴脸的话 这个蓝博闪现就省了 没什么意义 再闪还是走不掉 又被惩戒减速 这个皇子真的是寒冰惩戒的一个最大受益 这个英雄带寒冰惩戒等于说自己有 所以说四个控制机 W减速EQ二连大招的控制 包括一个寒冰惩戒的减速 我们聊过那个没有 就是前面几个改版不是把寒冰惩戒改成偷跑速 就是偷跑速 原本是减50%的跑速 现在变成偷20%的跑速 就合理 他这个改动合理的地方在以前被逞了以后 你再也躲不过任何技能 你死定了 对 现在你减的速对方也会追你 但是就只有逞你的那个人追你追最快 其他人丢技能还是要稍微秒一下 我觉得对于打野来说是一个小小的不爽 小小的一个削弱 因为打野都是配合队友去 可能更多的减速会好一些 本来是逞了以后呢 什么技能都可以打到他 因为他慢到不行 那改动还是合理的了 不然本来被逞了以后实在是有点惨 一不交闪就死 我们要注意到这里露露的补刀简直让兰博有一点点的 兰博只有三刀啊 三刀 已经上三十刀了 那这很正常 他前面一看就会更可思 这边挑到了一个安妮 安妮提波是没有闪现的 很有机会 可以烧掉 这波人头要给 啊 没让到 露露拍死了 露露这下没必要 我觉得他如果这波给兰博的话 就会非常的舒服了 可以稍微收一下 稍微 但是 嗯 好啦 反正就是因为蓝博真的有点惨 所以让他补到这个人头的钱是蛮有必要性的 我觉得 而努努的装备 努努装备非常好 你看他的补刀二十七刀 就努努有什么装备 大家其实不顺在 对我觉得 我讲实话 最不需要的打打野装备的英雄了 哎 感觉一个 哇 就利用你闪现跟急跑不在这段时间 小炮跟长阳两个人又在中路干坏事了 小虎再一次的被击杀 记得中路强势的这个点 现在看起来 已经是非常的难受了 已经夭折了 夭折 这一盘小虎在中路的发育 看有勒弗兰拿到 这种优势之后 他会让你在中路是变得 对 不可以为间 而且 这个版本还有明火 呵呵 哎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不会 他应该不会出了 不会那么早出 绝对不会 但是圣杯 圣杯也挺不错的 哎 这一波是有闪现的 但是常常还是老套路 我依旧是这样 你怎么办 救命啊 啊 漂亮 一个做一个收尾 而Maker又是帮他扛了两下塔 这种干客的手法 或者说 这种感觉让兰博非常的绝望啊 常常走到哪里都带来毁灭与死亡 我的天 他现在 你刚刚看他走到每一个地方 然后人就死了 我们两个小住宅 已经是 安耐不如自己心中的仰慕之情了 对 这两波 这或说这三波干客 常常确实是做得很优秀 对 而且 也不知道是因为GT没有补上眼位呢 还是怎么说 就是 让常常轻易得收每一次 对 而且每次都是很血异 就过来减速 陈界 感觉不勉强 刚才那个 进到塔算是比较勉强一点 对 但是都打的还蛮血异 再用EQ做一个收尾 对 然后队友之间配合 刚才Maker 他先坦了两下 蛮不错 上路小炮虽然能够压住线 但是露露的补刀 已经没办法限制了 再对比一下蓝博的发育 这个露露的补刀 简直是用逆天来形容了 他有领先 他确实领先露露20刀 他也领先对面飞机各位数的刀 但是 一考虑到蓝博就 哇 这蓝博这一盘太惨了 而且他还出来 要出一个腹肌斗篷 他的前期的伤害已经是没有了 他现在只是做一个被动的挨打状 露露的话等级还可以 5级快6 就要配合女坦做一下反蹲 露露虽然输了小炮20刀 但是看到你过得不好 我也就开心了 我就安心了 对对我就安心了 蓝博这个有点惨 有点惨 而且感觉马上往深渊走 这个立刻就从一件魔抗斗篷开始 这个起手装备就更没伤害了 对这个起手装备完全就是一个挨打的样子 我觉得说感觉可能跟队友沟通 他还要挨挨飞机打还要挨很久 哇 现在小火这个状态很有可能要被秒 好疼啊 对 就上来被骚扰被骚扰被骚扰 小方这波是没有大招的 要不然小火还会更加的被耗血 来了这波直接QRE 好痛 而且可以给点燃了 哇没连到还好 连下来他就点燃再再打了 对 对 他也是比较的小型 因为小火这边可能一个反手大招 嗯 因为小胖也是很脆的 对 这个还是比较危险的 但这波场长有大招的怎么说 安妮又闪现 安妮又闪现 敢不敢交 不敢交 没有五速行 但这波如果闪现Q起手的话 小火应该会会闪到塔下 所以应该不是特别容易被击杀 装备也领先很多啊 勒夫兰这边 他是对方水滴还在叠叠叠 这里已经是圣杯加上一本书 要开龙了 这个好轻松啊 拿得非常的轻松 对对方机器成绩非常的高 哎呦被烤掉了 交参线 黄子这个EQ没有出手啊 刚才是QCD 好像是嗯 如果说这波长长跟上来一个大招的话 这个努努应该走不掉的 对 我比较可惜 不过还好是把小龙轻松拿下 杀星又来了杀星又来了 哎 这波打得很很凶 在冰下面跟你打 不要闪现躲了个大招 这波小虎是比较自行 因为他在冰从中的话 你很难易到我 对 他很相信自己的输出 哎哎哎 这个被打跑了 但是努努是没有点燃的 这个肯定杀不掉的 但打跑了呀 嗯 就从一个废压二十刀的 然后反凶他把他打跑还不错了 我小炮好久没回家了 这波回家应该是可以做出一些大件了 先出蝙蝠大剑 觉得自己发运还不错 哦 后面补的好快啊 这个贪婪刃 然后攻速这个短剑 GT现在是落后三千块钱 主要还是 这上单的一个巨大的差距 上单 AD 还有打野位 其实都有一些差距 每条线 差的都不多 但是累积起来已经有三千 中单也很惨 哎 哇中单直接补了一个小斗篷 对 这个装备补的有一点点被动 无法对抗了 对 因为蛇女带来前进按道理来说 是不出这个装备的 哇 这边戴不得要凶一套 安妮就在旁边 看看敢不敢交 哦小炮赶到 哎 绵绵强强救下了女坦 不过现在女坦还没有六级 而且小炮的装备 还不足够好 现在面对ED的强势的下落 两人走这两个人也是打不过的 没办法打绝没办法打 一开始就不愿意兑现了 到现在也没有改善 对 又来了 这个W踏一下 这个ED的很漂亮 但是没有后续了 因为小虎状态还不错 招式丢光了 但是问题你现在被削一半了 下一套怎么办 他等大招CT 复制的CT好了就糟了 这场一击从前期的一个分路的干客到现在 他已经确保了每条线都是一个优势对抗 前期场场确实带的节奏带的很好 又来了 这里又要被针对了 这波有闪现 减速了 再被抢肩 这个时候场场留下了一手技能 一球 随便你怎么跑 我都可以杀掉你 但是COLO这一盘是很果断 这一步 直接闪现上去给自己大弹人 我这个技能很准 但是 利用自己的影子回身躲掉了对方的一个大招 这两盘 这两波小虎被秀的挺惨的 真的有点惨 炸其失落不难不容易 闪现躲 W躲 各种躲就是让你中不了 那如果技能都打不上去的话 蛇女的输出是要有前置的嘛 就非得要独到对方不可 让我们就是队友帮他创造 让我们就自己大招自己找 对 现在一滴 确实每条线都是一个优势对抗 让GT变得很难受 而且自己这边的打也是一个努努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尝尝你又来了 哎呀这个 这个蓝博真的太惨了 哎不过下路看看 完了 这小炮可能要被秒了 Q技能点燃配合 直接杀掉了小炮 阿加尼这边还有 有晕了 漂亮 阿加晕到 Q死 怎么是安妮双杀 这个W还是蛮极限的 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 是晕到了对方的辅助 没错 异高人胆大 这个每一条线都是优势 让GT变得 这场的胜算比较渺茫了 来看看EDG现在的优势 状态下进攻的速度会打成怎么样 又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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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怕好痛 好痛 左链定住 闪过来 这波有点危险 看看 还好有分身 这个雪球吐得很准 哎呀 W好了 又被骗了 小炮还要回来再秀你 小炮这各种秀 秀的飞起 露露到了 可 后面有个女孩 好可怕好可怕 这波小炮完全秀起来了 这把这秀的飞起了 这个真打得很气 你在一个烈士方 你遭遇对方乐翻这种调戏 那没办法 予取予求了 我觉得是 你还没办法还手 没办法 真没办法还手打不到 他那各种 怎么说就 沾枝在前呼烟在后的一个调调 怎么一下要跑到我下面上面 什么东西 被定住了 哎呀 点燃普攻 死了 这边兰博遇到了一个安妮跟露露的包夹 感觉这个兰博可能又要黑了 而且皇子就在侧翼 救命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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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大招撒一下吃个冰啊 我也觉得可以撒个大招吃个冰啊 吃个冰啊 现在厂长这个血量比较危险 吃个冰啊老兄 做个助攻一个旗子插了个人头 这个厂长这个人头抢的好 刚刚刚这个地方真的没得行 撒个大招吃个冰差不多了 反正 我也觉得可以撒个大招 蓝博大招转的快啊 没有没烦闹 但是他还是省了一下 没必要嘛 哇这边想要约塔 但是我们也来约个塔 阿飞走了 约塔有没有闪现大招 没有闪现 杀不掉了 只能看着他的肺 对 其实这盘确实是比较的危险了 小胖又打过来了 小胖又打过来了 怎么办 这一个WQR就要死了 啊 被散现躲过了一个阿飞 急飞 但是没有晕到 散心塔还是死了 等着这边闯在前面 闪现一个大招 又被小胖先躲掉了 戴普特持续再做伤害 小虎这边配合队友跳过来 想收戴普特总算是成功了 但是小胖也没办法跑 一波一个一换三 戴普特换掉了对方三名主力 好难过啊 这波真的打得好难受 这一盘小胖秀的太开心了 就各种多尼大招 刚才小胖闪现知道 那个胖要踏他 他有闪现躲过第二个复制的踏 还不错了 你在干嘛 等队友来 等队友来 等下去 好 这盘小胖玩得很开心 胖欢得很开心 可是他脸上还是没有表情 他就这样 这个如果换成是UDI的话 这已经笑开花了 对对对对 一季已经不知不觉16分钟 创造了一个8000左右的领先优势了 这盘也确实是没有给机器 暴冷的一个机会 好胖真的是不动毒山 一般人的话秀成这样 然后又杀这么多 起码也会有点笑容 好吗 他一个队人都不笑 你看常常的眼神 常常也不笑 很认真 这个换成是比方说是 比方说是OMG啊 比方说是老干爹啊 其实都已经笑开花了 这就是队伍的风格吧 或者说可能笑了教练会骂 或者说队员的个性格 我觉得跟性格比较有关系 就是因为常常他在这个队 他的性格是这样的 然后队友的话也是比较 也比较贴合他这种性格 大家都会越来越像 说实在的会越来越像 就是如果在比赛的过程中 都保持这种认真严肃 这也是一种不错的心态 我觉得 我觉得保持欢乐的气氛 也是一种健康的心态 都没有什么不对的 只是我们只是讨论一下 就是有明显的区别 其实你看那些队伍的性格 在反映到队伍的风格 那是那是 真的是 哎呦这里啊 断过来直接是秒杀对方的蛇女 又是面无表情 这个蛇女出了一个斗篷 但是无济于事啊 你面对一个这种装备的乐队 你出一个腹肌斗篷 也扛不住这一套 嗯 而且自己身上是没有护盾的 这个图什么都扛不住了 对 这个蛇女现在已经可以 这个乐弗兰已经可以秒杀一切了 他等一下 他等一下补帽子 那就奇怪 以他目前的状况来说的话 他不需要补防征 因为对方抓不到他 然后现在ET视野也压制 让GT面对这个乐弗兰的突袭 显得没有准备 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一地区的视野是很偏的 就是他上半部就打算要放空了 所以他哦哦笑了 摄影师帮我们捕捉到 导播好给力啊 摄影师跟导播厉害 哎 安妮闪现大招打到对方的小炮 直接被乐弗兰秒掉 皇子大招大到两个人 露露大招弹起努努 逼得女坛交流闪现 还好努努比较肉 没有后续的伤害 急插他了 第一地区的进攻目标 一再明确下来是中下路的二塔 而且这边进攻一定会很顺利的状况下 他的视野就长这样子 大家可以在小镜头上看到 咚咚咚咚咚咚咚 全部插在中下中之间 是的 那等到他打上路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他眼睛 全部插过去 你机器这一盘是交了学费了 对啊 真的是交了学费 他们今天我觉得心态应该还是摆的比较正 因为确实对方那是一地鸡啊 对这种打法真的会让人绝望 就服服服 就是服一个字服 不过不过确实是啊 因为包括很多个点 我觉得会滚这个雪球会滚成这样完全停不下来 还是要给场场的功劳 他前期走到哪里 死到哪里 他跳回去了 回去了对 让女塔的控制也是化为乌有 过来 接下来要 你看 因为他开始进攻三二塔了 所以全员进来 每一个人人手一根眼睛 他插下去是让下半区的视野消掉 但他根本不在意啊 打到了一个落单的奴奴 吓死了 控制直接秒杀 哎呦 求你去盘已经无数次的空大了 好无奈 因为没有办法忍到等对方更靠近一点再放 因为这样子就要死了 我觉得现在小虎的心态应该很受影响 对 他也属于年轻气势那种重担 一旦我周路打开优势我会很carry 二十分一秒想要破记录吗 哦 要破记录了 哎 稍微慢了一点 我觉得破记录难度还是有的 因为你看 啊 你应该有 只要在二十一分钟之内打下来 都是破记录 哦 原来是这样 是二十万 那个记录是二十二分钟十秒吧 我都没记错了 对对 十一秒十一秒我相信 哇 二十秒 这个已经很难被破了 说实话 这是想要 露露过来 露露过来 露露大招爆了 不错 不错 但是露露大招救起来 你闪身 EQ过来 一个大招是 一个都没死 DF还在做追击 面对一个控制 因为那个输出很足的蛇女 好像不敢越雷池一步 其实蛇女状态绝佳 而且他可能不知道对方是四残血 小胖那类残血又想做什么 他现在的血量很危险 很危险 可是他有一套 哦 神经病 哇 你这个人真的是神经病 真的是蛇女 就已经下意识地暗闪现了 他觉得我打不过这个 乐佛兰 他被一个五分之一旋的乐佛兰 踏了一脚 焦闪现 实在太害怕 这个就是 心情 心态已经被打爆炸了 现在面对这种 对方那种人草木皆兵 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厉害 不焦还真有可能会被打死 我觉得不会啊 他现在已经腹肌抖喷了 还是挺难的 但是刚才如果乐佛兰换掉蛇女的话 其实自己也是一个大人头 所以还是算了 算了 19秒 怕是分19秒 这个记录已经很难被打破了 EDG 现在摧枯拉秀的打到了21分钟 攻略下一个目标 剑指上二塔 感觉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一个进攻 你看啊 就是中跟上之间的连通道都要建立起视野 那这边是EDG少做一个繁衍 但是在目前的局势下无所谓 平常如果是比较紧绷的进攻的话 应该就会把眼睛清干净再来做进攻 对现在又很随意 因为弄弗兰的装备 他现在足以秒杀任何一个人 他只要WQRE就死一个 那你这一波的扫眼还不如像刚才这样用在墙边 这也行啊 就只是一个QE就打了女产半身 现在配合这个大炮车 要做一波推进 准备妖妙怦马一系的死了 不锁炼出来 死 漂亮直接回到原地 他现在的WQRE这套连招 已经没有办法让人承受这个伤害了 又来又来 女产一个大招是充了 第二次过来 蛇尼总弹是大到一个皇子 但是无计时 哎 这边蓝博打到打得不错 总弹是烧死了安妮 不过面对场长的大招 小虎依然是教出自己的性命 Devd那边闪现过来两炮 后此小炮 Oh my god Devd取下三杀之后 应该要配合队友拿下这一路了 这个因为时间很早 现在时间上升 两万的优势简直爆炸 太可怕了 恭喜DG拿下了B2第一局的胜利 DG拿下了B2第一局的胜利 DG拿下了B2第一局的胜利